五年生三胎仍被豪门抛弃,两架豪门都失败的她还在努力。 香港女明清的颜值是不少影迷心中的经典,林青霞、关芝林、张曼玉、王祖贤等都是一代神颜,尤其是关芝林被称为香港第一美人,如今已经56岁的关芝林,仍然风韵有存。 但是关于关芝林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娱乐圈的谈资,从初到到现在,关芝林有过大大小小时段恋情,她的情食可谓是相当丰富,离过婚,谈过小男友,总之目标都是豪门。 不少美艳女星都想嫁豪门,有人说香港有两个女星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嫁入豪门,一个是李嘉欣,一个是关芝林。 李嘉欣已经成功嫁入豪门,而关芝林还在兜兜转转。 关芝林谈过的豪门公子不少,也嫁入过豪门,最后还是被豪门公子抛弃。 1982年,当时才20岁的关芝林,在不顾父亲的反对下,坚持嫁给比他大18岁的富商,甚至想退出娱乐圈,做一个全职的豪门太太。 但是关芝林有心,老公却不给力,始终在外面沾花惹草,最后关芝林的这场豪门婚姻,不到一年就结束了。 一心想嫁豪门的关芝林,2010年嫁给了比他大6岁的富商陈泰明,2015年关芝林亲自承认和陈泰明离婚。 有人说是因为陈泰明一直不愿给他一个公开而体面的婚礼,他觉得这表明爱得不够,于是自己主动提出离婚。 和豪门离婚后,关芝林也没得到好处,几乎没有分到财产。 两段豪门婚姻失败,关芝林还在努力,因为他自己曾说过,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,包括第一次婚姻。 已经56岁的关芝林,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,活得很独立,但是他嫁豪门的心思依旧美俭,女神有资本,依旧美丽。 九头美女吴佩慈也是一门心思想嫁豪门的典范,吴佩慈和身价百亿富豪季小波相爱多年,但是迟迟未结婚。 2014年吴佩慈离开演艺圈,决定和男友结婚,至今还未成功,但是两人已经有了三个孩子。 吴佩慈和季小波的豪门婚姻始终没有住落,吴佩慈也收获了不少东西,名牌包,钻表,价值六百万的钻戒,生完小孩后他还拿下了四亿元的豪宅。 早前吴佩慈曾跟媒体说,已经见过季小波家长,还被送了钻戒,而2014年生下女儿后,本来传言的两人将举行海岛婚礼,也不见踪影。 之后又传等吴佩慈身材恢复了就举行婚礼,但是身材恢复后还是没见婚礼。 五年生三胎的吴佩慈似乎还是没有打动季小波,之后更有小道消息传出季小波说,孩子可以生,但结婚不可能。 另一个为豪门生了三个孩子仍然嫁不了豪门的女星是梁洛诗,梁洛诗和李泽凯已经分手六年,当年梁洛诗为李泽凯生下大儿子李长志,生得李家欢欣,不仅李家成亲自自明,一家人也十分疼爱这个大儿子。 就在梁洛诗以为自己豪门有望时,李家却迟迟不愿接纳他。 之后梁洛诗又生了两个孩子,最后还是以分手结束。 两个人的纠缠从梁洛诗十九岁,李泽凯四十岁开始,就一直没有中断。 还有传闻说,李泽凯为梁洛诗花了两亿多从英皇阳寿成那里赎身。 生下双胞胎不久后,梁洛诗发声明宣布与李泽凯分手,拥有三个孩子仍然被豪门踢出局。 据悉,梁洛诗得到五亿分手费加一栋豪宅,带住三个儿子已经定居加拿大。 王祖贤作为香港一代女神,也是曾与豪门擦肩而过的人,其中和林建月的恋情最受关注,林建月是个典型的超级富二代,老爸是电视台老板,家族的生意遍布世界。 当初,林建月为了王祖贤不惜想和当时的老婆离婚,后来因为父母不同意,就和王祖贤分手了,最后王祖贤豪门梦碎。 而林建月在一次采讨中,被主持人问到觉得王祖贤飘不漂亮时,林建月笑着说,当然漂亮啊,不然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 豪门梦碎后,王祖贤定居加拿大。 迷倒万千人的女神们,却在自己的豪门路上走得很艰难,有人嫁入豪门生活幸福,但是有些人还在追求豪门的路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